大家好 我是端荣 然後今天其實我原本準備簡報 是要講Change在做什麼 不過剛剛就是那個中堂休息的時間的時候 這位朋友 出來跟我聊了很久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 對耶 我大學都沒有人跟我講過一件事 就是 就是大家會不會發現 就是有多少人會覺得說 很多事情出社會就不一樣 所以有些事情我只能在大學要做 所以我就要把在大學的時候好好把他做完 然後我出社會我就不再碰這件事了 有多少人有過類似你喜歡的東西是這個想法 可以舉個手嗎 OK 好多人 那我想要告訴你們一件事 你現在可以做的事情 你出社會還是可以做 你現在不能做的事情 你出社會還是不會做 就是不會有任何差別 真的 相信我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 因為我那時候也有一樣的一樣的問題 然後他剛剛是問我一個 我很常被問到問題 可是我從來沒有用這個方式回答 就是他說你從一剛開始就找到 自己很喜歡做的事情嗎 就是是什麼讓你堅持到現在 然後你有沒有想過放棄 然後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撐那麼久之類的問題啊 然後我就發現其實是一個重點 就是你很喜歡這件事 他說可是你剛開始就很喜歡嗎 那我就想到我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也沒有覺得我真的很喜歡什麼事情 因為我覺得好像很多事情都很有趣 很多事情都可以多了解一點 就是沒有什麼 我覺得是 我生下來就要做之類的 我那時候其實就是這樣覺得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什麼 看那個讓天不自由啊什麼 對 我也知道找到我要做的事情很重要 可是到底我喜歡什麼事情 對 我覺得可能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想法 我自己也覺得 如果你可以很早就知道 你自己喜歡什麼 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 可是大多數的人不是 那你要怎麼去找到自己 真的很喜歡的事情 我覺得這裡面的重點是去找 就是 真的要去找 就是去找不叫做 我想像著未來的生活 大概是怎麼樣 我上班 我去到哪裡上班 然後我的工作是什麼 然後我可以在那裡面幹嘛 然後我畢業之後 我就由自由聲可以投入 完全的投入我喜歡的事情 或是我就可以去到一間超大的公司 就是幹嘛幹嘛 就如果你有想過類似像這樣的問題 其實你現在會卡你時間的事情 像是課業等等的 你未來還是會有別的 像是要跟同事 social 或是要就是 好或是要應付爸媽 叫你要交要結婚之類 好反正就是 反正你會有很多事情啦 就是或是有經濟壓力啊等等的 所以我想要露出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你現在不做的 你以後也不會做 你未來想做的 你現在就去做 他剛剛跟我講嘛 他說他喜歡 他覺得他以後要去 去那個機械公司工作 然後我問他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滿喜歡機械 那我說機械公司在做什麼 他說在做 有一些人在做腳踏車 我說那你現在不能自己做腳踏車嗎 他說我現在可能還沒有學到 我說那還沒有學到 就是那你覺得你進去之後就會學到嗎 然後他說我覺得應該是會 那我就說好那你所有的那個時間 他說而且現在其實沒有辦法做腳踏車的原因 還有一些問題啊 像是我還要顧客業啊 我還有一些社團啊還是什麼 那我就說 所以你之後就不會有其他這些雜事了嗎 那他就說有一些事情不一樣 就回到剛剛 他說他很喜歡吹口琴 所以他覺得吹口琴只有在大學才能做 畢業之後不能做 我說為什麼畢業之後不能做 他說因為畢業大家就散了 大家組不到口琴對 不過說為什麼組不到口琴對 全台北市有多少人吹口琴 他說喔對 他說因為沒有想到 他想的口琴對 是可能跟社團的朋友 所以這一個未來不能做的事情 其實就被破解了 就是你只是有沒有辦法 自己去組一個口琴對而已啊 然後全台北市找到五個人有很難嗎 就五個會吹口琴的人有很難嗎 對所以這件事被破解 那就代表他可以一直吹下去 所以其實更進一步的就是說 那兩件事一樣都是他現在可以做 他寧願把時間選擇在口琴上 而不是腳踏車上面 究竟是因為口琴只有現在才可以吹 還是因為他真的就比較喜歡口琴 就是他可以去想 他就說他好像真的比較喜歡口琴 我說那就很好啊 那你就可以開始想說 你可以在口琴上多做一些什麼 或是你可以去試試看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是我覺得這最重要 就是我剛剛舉這個例子 只想要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茫然什麼 或是你覺得你自己很喜歡什麼 你不要留在你自己的想像裡面 去了解就是那一家 像剛剛大家分享很多時期 今天我覺得還滿好 因為你真的進到那些公司 你就會知道這些公司在幹嘛 然後有多亂 新創公司你就會知道對不對 你就會知道有多沒知 然後有怎麼樣 然後可是你也同樣的 如果你是一個還在創造人 你也會覺得那邊很開心 所以你就馬上知道 你自己適合新創公司還是大公司 你喜歡體制還是喜歡廢體制 這你馬上就會知道 所以你必須要去試 那除了實習是一個方法之外 我覺得還有超多方法 像是你可以問學長姐 那你沒有認識怎麼辦 問人有沒有認識啊 就是解決問題 就是這些都是 你只要想要做 你不要留在你自己的腦海裡面 想說這是什麼東西 你不管打電話去那個公司班 說欸那個 你們有沒有缺免費勞工這樣 他就會跟你講有 類似像這樣 你進去然後演實習生 為什麼別人叫你做什麼 他說實習生不知道要叫你做什麼 然後你都在做一些打雜事 就很無聊 可是事實上 有沒有就是第一件事情是 你可以就像剛剛我聽到 有一位這樣分享說 你可以主動要求 你要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第二個是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你進去這個產業 不是只是為了掛我成績 是什麼什麼的實習生 你應該出來 你要講得出 這一個產業的所有東西 為什麼這個產業準在 他怎麼賺錢 然後他會遇上什麼困難 他未來發展會怎麼樣 他以前怎麼出來的 你沒有辦法講出這些東西 你不要說你實習過這個產業 對不對 我們現在不是 就是我覺得很重要一件事情 是我 因為大家很徬徨的時候 就會想要抓住很多的東西 然後你就會想要什麼東西 都拿在自己身上 貼很多很多的標籤 然後呢 如果你沒有料 人家一問你 你貼再多的標籤 馬上別人就知道 你不懂啊 所以為什麼不選擇你喜歡 然後好好去研究他 然後你知道更多 或是你也可以同時選很多 你喜歡 可是你每一個 就都要花時間去研究他 也可以犧牲你的其他時間 喜好很多沒有不好 可是你要去了解 不要為了掛標籤在自己身上 去浪費 去做這些事情 因為那真的會是浪費時間 就是你到最後你只能說 我也以前做過這個 然後呢 你沒有辦法講出一套你自己的邏輯 別人問你的時候 你也講不出來什麼話 你沒有辦法帶給其他人什麼 你沒有辦法帶給你自己什麼 就是那張文憑 然後事實上 不是文憑 就是那個工作經驗 事實上你進去這間公司 因為這很漂亮進去 結果他發現你什麼都不會 你也很快的就會很痛苦 所以我覺得就是 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 去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好 然後我剩六分鐘 好 那Change其實也沒有要幹嘛 就是Change叫做 Change Things with Egnus 多了一個E 叫就是這個Egnus 就是熱切的改變事情 所以我剛剛講那麼多 其實是呼應的 就是我們所有在做的事情 都是希望讓你找到 你自己真的喜歡的事情 我們希望 當有人想要開始做什麼事的時候 他不會被現在那麼多東西所困擾 現在那麼多東西包括什麼 就是你可能找不到一個 適合開會的地點 或者你找不到一個可以工作的地方 或是現在已經很多了 就可以辦活動的地方等等 一個彈性的空間 然後提供不只是就是物理上的彈性 還有制度上的彈性 然後就是社群跟資訊 等一下講 然後空間 空間沒在幹嘛啦 反正就是空間 空間我們就現在有六個空間 大家都覺得Change就在做空間 可是其實我剛剛講那一段才是精髓 就是就是Change的空間 只是他表現的形式而已 對我們通過空間來接觸很多人 然後跟很多人交流 所以我們有co-working space 我們可以在這裡工作 我們可以在這裡辦活動 你可以在這裡有講座 然後可以有展覽 然後可以有一些地方有咖啡廳 好反正就是有很多空間啊 然後我們現在又多了這個共同工作空間 然後又亂弄了一個故事客棧 就是你可以有故事你就來講講座 然後你就可以免費住 然後我們用講座賺錢這樣 然後類似這樣 就反正現在就在亂搞啊 然後大概七個 現在大概在台北市有七個點 然後我們主要都是利用一些 別人很難利用的空間 然後先置空間來做 玩到最後你就會發現 其實你要懂那個整個邏輯 你就可以想出很多有趣的變化 前面其實就努力嘗試好空間 不要講太多 然後這也不重要 反正就是說很多人就對了 然後呢 可是我們後來就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空間 空間是一個很直接 像我們今天這樣面對面很直接 可是空間也同時是一個很局限 就是像早說全台北市 這個禮拜六現在發生了多少活動 我不知道 可是全台北市有一千個活動場地 能夠揚起這一千個活動場地 活動到底有多多 好就很多 所以就是這些活動通常在發生 然後我們沒有辦法無能為力 你只能去一個地方 你不會知道另外一個銅線值 像焦點一樣的活動發生在另外一地方的時候 裡面的是什麼人 所以我們覺得有沒有一個方法 就是網路是一個很很很薄 可是又很廣的東西 你可以在上面連結到很多人 可是你不會對他有感情 見面是有感情的 所以我們在想說 我們到底可不可以做結合 我們就做了一個Changer course 然後這個Changer course呢 反正大家就是輸入 C H A N G E A C R O S S 去註冊 然後去填寫 然後你就可以進去玩了 反正就是 然後簡單來講就是你可以收藏別人 然後你可以在這裡看別人 然後我們現在也在改版一些首頁 讓你可以看到更多的東西 你可以記憶信 你可以在你下方開專案 好 然後可以好好編輯你的專案 這裡可以放你們專案的成員 所以你們不是都很多豐富的經歷嗎 你就把它放在這裡啊 然後你就可以用專案來代表你自己啊 不用用那個你是什麼學校 你等等之類的啊 好 然後你還可以就是 大家還可以用過一些類別跟 就是用領域跟類別去找到彼此 所以如果你有在做一些小組織 你覺得你自己很酷 可是剛開始小組織 反正就最重要的是 這個想解決什麼問題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想開始一些事情 可是我們在最剛開始很小的時候 我們去找別人合作 別人就不鳥我們 對 因為你很小所以別人就不鳥你 的確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因為他其實就很忙嘛 然後你真的很小啊 所以你在請求他幫忙啊 所以他就不想幫你啊 就也很正常 那有沒有可能你遇到的是 一個跟你一樣的小單位 他提供你需要的東西 你們兩個可以互補 然後你們可以一起成長 有啊 其實我們跟焦點 其實那時候是這樣 就是我們是一個很小的空間 焦點那時候也是阿公 月亮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很小的團隊 然後我們就就是彼此幫彼此 因為他需要空間 我們空間需要活動 我們希望可以有這些劇會在這裡發生 有啊 有這樣的例子到處都是 到處都是小的團隊 你可以互補了 可是我們為什麼現在找不到 因為Facebook因為Google 他都是用就是熱門的牌上面嗎 就是SEO 所以你找不到小的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要讓你找到小的 就這樣 好就找到小的就這樣 好所以請去輸入你自己的專長 好不好 然後我們還有做一個啊 就算了 就是我們有做了一個 現在叫做全G search 我們最近才去參加一個Hexo 然後去玩了一個小東西 然後除了這之外呢 我們其實還做了一個 叫做全G search search 活動 在4月25、26 然後這個 search 活動 其實整個很不一樣 他叫 search 创立行動營 然後還有一個表演 然後這個行動營裡面呢 就是早上教你非常實務的技巧 你覺得我不會募資我沒有錢 我怎麼每一個地方 告訴你要怎麼做 下午呢 告訴你很多的講這真實的技巧 然後裡面有大量的交流時間 因為我們做了一個那個 Change & Code 這個東西的app 然後很好玩喔 反正就是你下載完 你天蟹完 好我們上架的時候 你就可以下載 你下載完 你打開 你就可以用 第一個 你可以用附近搜尋人 像你現在在大安 你就搜尋 欸這個場地有誰 你就可以知道 欸原來他們是什麼這樣 大家就可以省一個小時 以後不用一分鐘喔 好 然後 然後不行啊 還是很重要 然後第二個是 你可以用領域搜尋人 今天這裡面有多少設計師 那你可以 你如果可以直接按 你就可以發現 喔原來全台北市的設計師有這些 那不是很棒嗎 對 所以我們就再做一個這樣的app 所以呢 請多多支持 好 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多讓我們帶來的分享 其實我也蠻訝異 他講的東西完全被線影改過 所以就是因為 剛剛 多讓休息時間的時候 跟他聊過 所以就變了 你覺得要談這個部分嗎 欸就這個啊 這個大家趕快去看喔 就是 就是 我胖歪歪的 好啦 我這個禮拜都在爆肝編輯這個東西 就是 反正他就是跟你講說 你知道幹嘛幹嘛 就是這裡面有哪些講說啊什麼的 然後都是一些 你們應該會有興趣的 我們 我是真的找的都是那個 台灣 真的有在做事 然後 真的 然後文化一座創意領域很強的人 然後在推動一些事情 然後每個都不一樣 好 然後各個領域都有 就是有分成 把很多領域你自己慢慢看啊 然後 對啊 然後我們這裡有一個 欸 等一下 反正這裡是 準備要出社會的學生 就是你們 你可以把它拉過去啊 應該就會看到 這裡啊 壓一點 欸 等一下 拉過頭 好 好 沒辦法 就這裡啊 大家可以自己看這樣 然後 然後呢 就這樣 然後 下面又有一天演出 然後這個東西都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你要先登入 Change Your Course 你在現場的時候 你就可以玩到很豐富的遊戲 就是你就可以認識到很多人 然後很多可能也是正在出社會 或剛出社會的人 然後大家互相幫忙 其實我原本今天想要講的概念是串聯 我就算了 就是 就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可能我自己是台大經濟系畢業 然後我追受不了台大一點 就是大家都覺得自己很平台 就是真的 就是大家是寧願競爭不願意合作的 可是我覺得我出來到現在那麼久 我所有看到很多很強大的力量 都是串聯起來的 串聯其實很難 你要跟別人溝通 然後你要找到你彼此可以合作點 然後才開啟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可是那一些火花 就像你一個團隊可以做到 你一個人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一樣 我覺得串聯非常的重要 然後我覺得大家可能在求學路上 都是一路的比成績比什麼 所以都是習慣競爭 可是我覺得你正在出社會 你正在要放下你過去習慣的這些 我就是要比別人強 你換一種方法 就是你犯了怎麼去跟別人合作 其實想像你身上的長處 你跟怎麼樣的人 你能夠怎麼樣讓這個人變得更好 那他就喜歡你啊 大家願意給你合作 我覺得這很重要 然後這其實原本是我今天想講的 好喔 反正大家就慢慢體會吧 反正那是五個 謝謝 謝謝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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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敗禮 我看一下 你還只是想講QA嗎 好啊 沒有 我們可以開放五個問題 QA直接好 只有五個問題 就是大家可以更專門 好,解說 我這邊想要感謝Change 就是我上個月在YF的活動的時候 就是我們那時候有辦演講活動 在Change的中山二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我們來的人數不預期 所以其實就虧錢 然後其實Change的那個 應該是中山二的負責人 然後他就是幫我們殺了一千塊 然後自己四人再贊助一千塊 所以就想特別感謝主持人 謝謝 我其實真的都不知道這些事情 可是我們的夥伴很知道 就因為我們大家會拒絕在這邊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希望真的讓更多事情發生 就是 我剛剛為什麼會跟大家講那麼多 就是你不要覺得你自己做不到之類的 原因是因為我剛開始我要創業的時候 我就跟別人問我說 你想要幹嘛 我就說 我想要讓每個人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 做平台 然後他說所以你在幹嘛 就是這個命題很大耶 然後你真的覺得你一個剛畢業的小毛頭可以做得到嗎 我其實也沒有很扭他 我就想說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得到 可是我就做做看嘛 然後我就做到現在 我覺得我也有在做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如果是現在這個階段 已經不太會有人這樣質疑我了 因為的確我們在發生一些改變 那這些東西不是我那個時候可以想到 我可以做到這樣子的 所以我覺得很多東西是 你真的就是你去做 然後你就會發現你自己的能量很驚人 不要給自己太多的藉口 你如果很想做 真的隨便都會找得到這樣 好如果你很想做什麼事 可是你覺得阻礙你你就敲我 好不好 我覺得有辦法讓你去做 好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請問你這個歷程多久嗎 就是從一開始到現在你覺得 我創業到現在是三年多 快四年 然後我是大學 大學是六月畢業嘛 我大概五月可能初開創業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一畢業就創業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選擇 就是一畢業就創業 我自己覺得他也不是到非常好 我跟你講分析好還是不好 好的地方是說你剛開始畢業 你的機會成本最低 就是你原本去工作也是沒多少錢 所以就是你就自己創業 然後你機會成本很低 反正倒了兩年 就像繳研究所學費一樣 然後你可以自己去衡量嗎 就是你的機會成本 就已經兩年少賺了錢 然後加上你要拿出來的錢 加一加就是你的機會成本 那你覺得這個機會成本 你多久賺得回來 然後跟你如果去上班 你多久賺得回來 跟你創業你會學到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 接下來的錢會不會比較多 好你就全部考慮完了 這就是你的機會成本 那你剛開始創業就做這件事情 你機會成本最低 因為創業則會讓你學習得非常非常快 可是這也是最不明智的 因為你沒有產業經驗 你什麼都不懂 然後像假如說你先去一些公司上班 你就可能了解 你有人脈 你有產業經驗 你還有創業基金 對不對 就很不錯 可是你相對的就是 年級會成本變得很高 然後你有沒有辦法再 你要覺得可能人生或家庭或什麼的時候 你選擇創來這條路可能就沒有了 就是也有可能 可是你如果覺得你自己可以 那就可以 所以我覺得所有事情都可以 做理性跟感性的分析 然後你要知道你要付出什麼 你要所獲什麼 你要設定你自己的標準 就是你自己對你自己的期待 然後平均點我是覺得還好 我自己是沒有設的 我就想說就沒錢就 就沒有 我原本想說沒錢就關起來好了 結果發現我沒錢就 結果還是想辦法弄到錢 就是我那時候就有一陣子是沒錢 然後我們那時候遇到一個突然的波折 就是要搬家的事件 那我們就是 因為那時候已經經營一段時間了 反正總之我們就上物資平台 然後去跟大家講我們遇到一個狀況 然後我們之前做什麼 現在接下來要做什麼 然後結果就 五天之內就到我們的打標 就是二十萬 然後我們就搬家了 就這樣 就是 所以我一直說 什麼東西都有辦法 千萬不要小看自己的這樣 請問一下 因為我今天早上才剛剛看到 全體這個活動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你也會在下面留言 然後 為什麼要加下面那一個音樂表演 就是 因為一般很少看到就是 講座分享類的會 不是我們 講座分享類的會差一個 就是音樂表演類的這樣 我想知道你們那時候這個創意 是怎麼發想的 就是我們第一個是 真的是不同天啦 然後我們自己 其實因為我們最剛開始 宣傳局其實 就我剛才創意的時候 做的是音樂展演空間 然後後來是因為 我們的場地不能做 就是那個搬家 反正那不見的事情 然後就沒有了 然後我們後來又開始做 可是就是音樂一直都是 在我們這整個歷程裡面 很重要的一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 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這個是 上面是很上進的 對 然後下面是很娛樂的 我希望這個東西 不要那麼嚴肅 就是我覺得整個人 其實就是 你就在玩嘛 就是 就是真的是這樣 就是 就是你不玩 就是不是不玩啦 就是 你就是要做所有 你很想做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你也沒辦法再重來一次了 對 你就可以去想 你要做這件事情 會有什麼損失 就是 也不會有什麼損失 就是 你不做這件事情 會有什麼損失 就是你沒有辦法做 你很想做的事情 就是損失 好 所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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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你很想做的事情 然後 不要那麼嚴肅 所以整個活動的那個感覺 都是比較輕鬆的 對 不是好像超上進 又貼很多標籤這樣 就是 不是這樣子 是你真的在這裡找 找你是誰 找你喜歡什麼 找你聽到哪一個獎勢的時候 你就覺得什麼 對 就像做跟他一樣的東西 類似這樣 那不是 然後那你就可以拿回去找他 就是 是帶這種 所以我再看一看你兩個 很有問題 想要問一下 因為這都是你在創業之後 結帝的事情 想要問你在大學 有什麼樣比較特別 大學的時候 我就是一個 我大學都在幹嘛 我還想到了 就是 我大學很喜歡做 就 我大學很喜歡 修一大的課 然後 我就很喜歡修一些眾課 可是聽說老師叫的超好的那種 然後 害我都很低分這樣 沒有啦 就是 反正就是我 我覺得大學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去學 你要去 嗯 你說大學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你去碰很多東西 而且不用負什麼責任 因為成績不會怎樣 就是 就是 我就說成績除非你真的要走研究 不然有說他真的不會怎樣 你只要可以解釋為什麼那麼低分就好了 好 就是 就是 對真的 所以呢 反正我那時候就很 我那時候就很喜歡去什麼課我都上上看 我覺得我對這好像有會有興趣我就去上上看 然後我上完我就知道我有興趣我沒興趣 或是我沒有到那麼喜歡 然後我倒是 那時候同時修六堂 然後所以我一學期要解三十六個case 然後 所以我就覺得好爽喔 然後我就發現我這個變態的個性 就是那時候我就會覺得說 哇塞 西南航空居然敢在全部的人都是用加法 就是說 你有豪華特餐我就有尊榮特餐 然後你有什麼棉被 然後我就有羊毛沾這樣 好就是類似像這樣 就大家都是比加法 的時候他居然敢說 我要砍掉所有的地勤 我用機器售票 然後我不賣 我覺得我不對他入座 就是你先到先做 然後他十五分鐘離訪行 然後他只做短程 反正就做了一大堆事情 然後什麼都不賣 你要吃什麼你就自己加價 這就是現在廉價航空的始祖 我覺得他超屌了 就是我覺得他怎麼就是敢做這件事情 在那個時候 然後我就有發現 我很喜歡一件事情就是創新 就是如果有一個模式 有一個創新是過往 明明可以這樣做 可是創新有人想要這樣做 我就是對於那種事情 我會眼睛發亮 然後我就知道我自己很喜歡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開始 我就開始 那時候還有一件事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對於 design thinking的印象怎麼樣 可是那時候他有一個觀念有影響 然後我就是不要害怕失敗 現在可能已經很多人這樣講了 可是我們那時候其實是剛開始 才有人提這個概念 我覺得真的超重要的 因為就是跟剛剛講的一樣就是 失敗大家還是很怕失敗 到現在就是雖然大家都說擁抱失敗 大家應該還是很怕遇上什麼東西的挫折吧 那可是我真的覺得不要害怕失敗 像我們就是在做任何事情啊 像這個在這個網頁出來之前 其實也是超混亂的 就是很多事情沒有做 很多事情我們也都第一次做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做 可是就做看你就知道怎麼做了 所以所有的東西就像追女生有沒有之類的 就是成功很爽 失敗當練功嘛 就是類似這樣 對啊就真的是這樣 所以就是我大學的時候大概是這樣 就是從大學的選課裡面 然後發現自己很喜歡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大學多才多知 就是我也是蠻多才多知 我也很喜歡做一些無意的事情 像打電動之類的 對啊 所以反正就是我很早就發現 我也不太管別人怎麼定義我 然後我也不太管社會怎麼規範 或是學校叫我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對然後我就只覺得很有意義的 我就去做這樣 那我也不知道這樣好不好 因為有一點不太好 就是如果每一個人這樣都這樣 是會很快暴動 可是就是我覺得很重要 大家如果現在都還是學生 就是可以多花一點時間 不要不要別人告訴你怎麼做 你就怎麼做 別人告訴你怎麼做 你去想一下他為什麼告訴你這樣做 你可以問他為什麼 問問問問問到底 就跟我剛剛對他一樣 問問問問到底 就是你就會知道他到底是因為 別人也叫他這樣做 所以他這樣叫你做 還是他真的有原因 然後你真的去理解了 你在決定自己要怎麼做 那最後一個問題 那最後一個問題 他要問問問 好 那我們待會再來 就是私下再跟段龍聊 然後我們再次謝謝段龍的分享 謝謝